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哈囉 嗨 你好 我是翠翠 那今天的日期是9月5號 最近啊就是iPhone14 已經要上市開賣了 然後佑哥他其實前前後後後 已經跟我提了三四次 說他真的非常想要換iPhone14 一直極力勸阻他不要去 下訂那個iPhone14 因為今天我要送他iPhone14 其實我很久以前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在蝦皮上面會有一個叫做 iPhone盲盒的東西 這個iPhone盲盒呢基本上 就是他的價錢都是蠻便宜的 可能幾百 然後我之前也看過最貴的是兩千塊 那我個人呢是完全 不抱希望會抽到iPhone 所以我這次就是想要買 五個便宜的iPhone盲盒 其中一個盲盒裡面我會 塞入真的iPhone14的手機 就是我幫佑哥買哪一個 買個...我想想看喔 買個五盒嗎 我就買最便宜的四百塊錢 然後我會騙佑哥說 我買的是三千六百元的iPhone高爆盲盒 就騙他嘛 反正他一定會抽到 結帳結帳 喔結帳了 好興奮喔 好那我們現在蝦皮的盲盒 手機訂單就完成了 我要等台灣iPhone14開賣的時間 9月9號晚上8點的時候 我就會先去線上預購 那我們就等四天後線上的手機預購時間開放吧 哈囉各位 現在的日期呢是9月9號的7點42分 那蘋果iPhone14會在8點開放預購 欸我發現我現在戴眼鏡 是不是眼睛會有那個光圈 可是我不戴的話我又看不到 然後我現在在家裡我又不想戴隱形眼鏡 好沒關係你們就聽我講話就好了 就是佑哥啊 他其實是一個超級3C控 他不管哪一年Mac有出東西 什麼平板啊手錶啊手機啊 他現在已經有超多台 而且都沒有壞掉 那他這次不意外 十四一出他又想要秒買 我從前幾天到昨天睡覺到今天 我都一直很嚴重的跟他講說 欸你不可以 這次不可以買iPhone14 你買的話 你就要現在打包行李 然後出去住一個月 真的很害怕 然後他等一下給我去秒定iPhone14 那確定他沒有訂之後 我會趕快用我的網路把它訂起來 應該訂得到吧 希望那天可以順利的等到佑哥 哈囉各位 現在發生一個緊急狀況 喔天啊 現在的日期是 9月16號 就在昨天了 佑哥突然很開心的跟我講說 他搶到了iPhone14 Pro 重點是呢 他的iPhone14 Pro比我還早到 然後我昨天聽到我整個五雷烘頂 然後就在剛剛10點42分的時候 我收到了我們家一樓的管理師發來 包裹消息說iPhone14 Pro到貨了 所以我剛剛就起床 然後馬上把那個佑哥手機APP 那個貨道通知給刪掉 然後馬上下去拿了這個貨 這個裡面就是iPhone14 Pro 我的天啊 現在趕快把它打開 趕快把他的箱子處理掉 iPhone14 Pro 他應該是買黑色的啦 我的天啊 好重喔 好緊張喔 蛤 那就是他就不會拿到的時候 那麼那麼興奮了你知道嗎 而且他其實昨天就有跟我講說 我訂到iPhone14 Pro 然後明天就是現在 可能會到貨喔 所以他今天可能會一直期待說 他的iPhone到了 可是今天他絕對不會收到 然後其實我已經拿回來了 還有一個很崩潰的事 就是我買的那個手機盲包 他一樣明天才到 我的所有東西都比佑哥晚到 如果我很順利 明天拿到手機盲包的話 我會趕快加工 把這個iPhone14 Pro 放到那個手機盲包裡 因為我買的那個手機盲包 真的滿便宜的 絕對不會中iPhone 沒關係 那我就明天整佑哥見啦 沾黃用 來眼睛閉閉 跟我一起走 走出來 你眼睛可以打開了 看看桌子上有什麼 超級多的手機盲盒箱 我訂貨訂了兩個禮拜 他們終於全部都已經到貨了 手機盲盒 對對對 所以裡面有手機 嗯 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開得出手機 我訂了叫手機盲盒 可是那樣很幸運才開得出手機 喔打開囉 裡面會有什麼東西呢 喔 我已經看到一點 很像是Apple類型的 或者是3C用品的東西 AirPods 哇 他是真的還假的啊 假的吧 那再看看別的 我們等一下再看是不是真的 第二個是什麼 Apple手機充電器 這叫做無線充電 欸這樣這個不錯欸 可是我有意 你也挺在用的 不是啊 欸 你也幫幫嘛 最後一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他跟你說要接20W的充電筒 他裡面放了一個5W的 哈哈哈 好像不優欸 還有一個 好笑 這是什麼東西 喔這個快充線 又來了 怎麼樣 這個東西 他叫你又要用這個頭 這個頭叫做Top C 嗯 結果你附了一個lightning 所以是不能用嗎 不能用 很好 啊他就蠻合咩 而且你知道我買了三家不同的 因為我就是怕同一家可能東西會重複 這個 喔還會噴水 對啊 真的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鬼 一個麥克風 喇叭 喇叭吧 防水喇叭 防水喇叭 因為他有水的符號啊 所以是讓我喜歡邊洗澡邊唱歌 欸 這什麼鬼 那感覺是不是讓你黏 黏在玻璃上面喔 我問號 不管喔 可以拿 真的買一千嗎 對啊 我就買一千啊 嘿嘿嘿嘿 這什麼勒 是什麼勒 是什麼勒 這什麼東西 欸這個 喔 這個還是 但是 這個你需要用到 這東西的價值 對我來說也差不多是一百塊 他可以用嗎 欸可以耶 你再吹久一點 吹涼涼的 給你透心涼一下 一合一圈 看到這些東西 心都涼了 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他是室內加濕器 我如果買的話 差不多一九九會考慮 那麼便宜的嗎 對 這個 唉 一千塊我看我心都涼了 好就隨便拿了 我是隨便拿 這是憑第一的感覺 這個是第四個幸運盒子 這個感覺是什麼好不好 這是什麼東西 桌面手機架 這個五十塊賣我 我都會考慮 看 這是什麼呢 這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欸 它有點重量 哇 這個你好需要 究竟這是 這是什麼手機滿盒 但是 我以為打開來 這是開刀時間的獨到 我問號 這個 這個 這有重量喔 你摸摸看 這個比前面都更重 有耶 有重到 這包裝也太爛了吧 這包裝 我看喔 跟這前面的也有得比喔 給他一點希望 你摸摸看 這三個裝 這是請三歲小孩來包的嗎 裡面還有一層 看看喔 各位觀眾 我怎麼辦啊 這是什麼勒 這是什麼勒 挺貴耶 等一下 這讓我 我覺得 夾太多娃娃機 它會讓我有一種 非常棒感染 是不是夾的 每一個都會想到夾娃娃機 那種翻賽 夾娃機也翻譯對這種東西啊 夾娃機也翻譯對這種東西啊 裡面打開 然後結果是蘋果的存錢筒 結果是一瓶麥香 喔喔喔喔喔喔 欸看起來很真耶 嗯 喔喔 是嗎 是真的嗎 開爆14 perl 真的假的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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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確定耶 那你打開看看啊 好我們看有沒有新的 哈哈哈哈 聞聞看是怎樣 有嗎 沒有 蛤 把它撕掉 唉唷這個手感 裡面這個是手機嗎 哇賽 真的耶 你把它拿起來 真的嗎 他真的模型 他真的模型 可是他有重量耶 欸你 你趕快 你開機用用看 我開機用看 我開機用看 喔 我開了 他雖然就用一模一樣 但他還是會有那個破綻 我要來檢查 這年頭有這麼誠實的賣家嗎 我真的不知道我每一個 你看他包裝都是包成這樣 可能要有點時間 無法啟用耶 無法啟用耶 假的 真的吧 欸 好了 可以喔 如果他是真的的話 我已經 你已經有了 你看我就叫你不要先買 我就想說我的手機房盒 有可能開到 歡迎使用iPhone 欸 這個順暢度 有點像耶 賺到耶 應該是吧 怎麼看起來都是真的 好啦我這個很大器啦 這隻就給你了啦 哈哈 這隻本來我要給你了 欸他還是黑色耶 那你現在有兩隻手機了啊 我那隻真的是 偷偷買了 你真的是偷偷 我跟他在介紹一下我那一隻 不用不用 這樣還要你回來 你回來 坐在沙發上 跟他講一下 那一隻是怎麼偷買的 就是在一個夜黑風高的那個晚上 停 就是在翠翠還在睡覺的那個晚上 等一下 我跟你講 這些觀眾都知道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隻手機 是我給你的生日禮物 欸 我很快我點在哪 我不訂的話 我就少花錢了 對啊 有人就忍不住 我也沒辦法 沒關係啦 因為我本來也是 真的 真的我發誓 我本來真的要放你第一隻 但是我沒訂到 那剛好這一隻 就給我了 嘿嘿嘿 好啦那今天的iPhone開箱盲盒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又哥又被整了 欸你剛剛是有真的相信那是真的嗎 有 也讓我成功了 所以我說 那個啊 可是後來又想 不對啊前面的東西這麼的 爛 那今天的整佑哥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翠翠 我是佑哥 他是辣辣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所以這個東西是 是你買兩家的其中一家的嗎 對 開到的 對啊 真的嗎 佑哥現在很懷疑 那個AirPods 等一下 所以這 我認真說 這一個一千塊 一盒一千塊嗎 這一盒的話 我跟你講 我這一家真的是很頭痛 我這一家其實 他是一個盲盒四百塊 然後我訂五個 結果他直接寄來一個兩千塊的盲盒 所以你只開到一盒 這一盒是兩千 然後 這一些其實才四百塊 每個都是四百塊 然後我買五盒 等一下喔 如果你這一盒 他是真的的話 就賺喔 來 我拿到我的真的 這東西 是我用過的 真的 這個是盲盒開的 然後首先呢 喔 假的 假的 對 你看我真的 他的箭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他的這個箭在這裡 這是仿 是不是就開到假的了 他仿到我已經不知道 我原本知道 有了 有了